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61集 变卦 那生物双目寒芒一闪 说道 主人死前要我守护在一支传承之外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传承之中 哼 立支传承已经被我所得 现在只剩下一支传承 图斯的记忆我要之无用 他所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知道 若非该死的传承法则限制 彻底控制体内立志传承的唯一方法 必须是得到完整的传承 我何必如此麻烦 更不用被他暗算 困在那血海这么多年 红发男子咆哮起来 手中长矛向前一挥 顿时一道黑色气旋 漠然而出 这气旋呢 越来越大 最后发出呼啸之声 向着那生物冲击而去 王林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底不由地生起一丝疑惑 若是按照这万丈身子的生物所说 一支传承由他守护 那么之前天魔散人打开通道 偷取一支传承时 为何没有发生半点危险 而且直到一支传承被取出时 也没有任何死生物出现的迹象 王林低头看了那死海一眼 心底疑惑更重 他眉头微皱 不动声色地暗自催动 十海内一支传承化作的古神诀 按照传承中的记忆 生怀一支传承者 只要在十海内运转传承 心念一动便可离开这里 那身长万丈的生物 冷漠地盯着红发男子 对那呼啸而来的气旋 视若无睹 只是在气旋临体的瞬间 其头部漠然一抽 撞在气旋之上 那气旋顿时崩溃 王林体内神识 已然催动了一支传承 但紧接着 他心底一沉 一支传承没有任何反应 任凭他如何在心里想着离开子民 可却没有任何变化 王林目光阴沉 他之前就有所怀疑 此时一支传承无效 他心底一人知道 此地很有可能不是十海 如此一来 之前的一切努力 全部在这里复制东流 王林眼中闪现寒蒙 但很快 他的目光便恢复如成 王林深知这一切绝非寻常 按获得的那部分一支传承中所记载 当年图斯神识一封为二 化作血海与死海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而此地显然也正是神识死海 可为什么一支传承在此地会失效呢 王林目光闪烁 在寺下看了少许 突然 他的目光盯向那万丈生物背上的一块鳞片上 心底闪过一丝尘引 他心底一动 盯着那块鳞片 把其位置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刚才王林催动一支传承时 他从那鳞片上感受到一丝微弱的召唤 这召唤尽管微弱 但是却可撼动他的一支传承 如此一来 这鳞片内定然别有乾坤 王林目光闪动 右手并未抬起 食指在一旁轻轻一挥 顿时一道细小的裂缝一闪而逝 王林的这个小动作极其隐秘 再加上那裂缝出现与消失几乎是在一瞬间 所以倒也没人注意 王林心底略安 这裂缝的出现表示着此地可以使用它一直传承 独特的移动方式 他身时扫了一眼自身的储物袋 心底冷笑起来 他身上的储物袋很多 其中最让他不放心的 则是那十人的本命法器 以及驱兽圈 甚至那二十个极品零食 王林心底也一直警惕 他才不相信那十个老家伙会如此干脆的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这里 之前他之所以那么说 不过是迷惑人心罢了 有过多次进入这裂缝的经验 王林很早就发现 以一只传承内的方法打开的裂缝 并非是进入后 便立刻从一边出来 而是在这中间呢 有一条极短的空白带 其内充满了混乱的气息 阻止一切神石进入 他当初啊 甚至还尝试了一次 取出一把飞剑后 落下神石 扔入裂缝内 可那飞剑在进入裂缝的瞬间呢 他便立刻消失了对其的感应 只有从另一边出来后 才重新产生联系 他心底沉吟 若是把裂缝的这一特性运用好 定可收到奇效 沉吟少许 王林不动声色的 把驱兽圈 极品灵石 还有那十剑法器 分别错落的打乱顺序 放在了三个储物袋里 就在这时 变故突生 朵木石人相互看了眼后 以那老者为首 各自双手掐绝 一道道光柱 从他们手中闪现 彼此连成一条不规则的图形 把拓森包围在内 拓森目光冰冷 扫了朵木等十人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欢欢说道 你们十个等了这么多年 现在总算找到了机会 很好 与王林交易的老者 神色阴沉 二话不说 双手连连变换 随之而动的 则是其他九人 他们的手绝变换越来越快 彼此之间 连接的不规则图形 漠然大量 迅速向着拓森 齐齐逼去 拓森冷笑地收回目光 看向那万丈生物 缓缓地说道 看来你们早就有所联系 这一次是要将我再次封印了 那万丈生物盯着拓森 平淡地说道 封印了你 他十人共分一支传承 如此巨大的诱惑 换作是谁也会同意的 拓森丝毫不顾 迅速向自己收缩的 不规则图形 大笑起来 右手握毛 默然向前一挥 顿时啊 一连串破空声 突然出现 一条条黑龙 凭空出现在四周 向着那不规则的图形 咆哮冲去 紧接着 红发男子 右手一点额头 盯着十人中领头的老者 阴沉地喝道 爆 老者面色一变 身体鸿蒙大闪烁 一丝丝混乱的气息 从他体内散出 老者身体颤抖 他右手立刻拍在自己的小腹 口中嗑道 散 顿时啊 他身体内闪烁的鸿蒙 突然宣泄而出 此时此刻 四周的九人 均都是神态凝重 手中法觉一变 成招引状 那鸿蒙立刻一封为九 化成九道 一一融入到九人体内 此时四周的九人啊 每个人的身体内部 都立刻闪烁着明亮的鸿蒙 紧接着 老者又喝到一声 喝 瞬间啊 那融入九人体内的鸿蒙 又迅速钻出 飞快喝酒为一 回到了老者体内 他身子在鸿蒙回归的刹那 不由自主的疑惑 喷出一口黑色的血液 面色顿时苍白起来 他盯着拓森凝笑道 呵呵呵 霍森 老夫既然敢诛杀你 当然早就有破除分尸的方法 你这招已经对我无用了 这一切说来漫长 但实际上也就几夕的时间而已 霍森嘴角引漏冷笑 他点着自己的眉心 目光在剩余九人身上 一一扫过 口中低鹤头 报 老者目光闪动 他大喝一声力鹏 霍森一争啊 这力鹏二字 他隐约有些印象 正是当年那十一人中 最后逃出自己抓捕的那人 此时啊 那万丈生物口中 漠然传出一阵大笑 这声音呢 显然不是之前的生物 而是另外一人 只见那万丈生物张开大嘴 吐出杏子 在其杏子之上 居然长着一个肉流 这肉流连接在杏子上 紧密无缝 如同是寄生在旗上一般 随着肉流的出现 他从中间裂开 向外翻起 顿时从旗内 漠然显出一颗头颅 在头颅眉清目秀 仿若书生一般 唯独双眼露出妖邪的光芒 冷冷地盯着拓森 头中吐出一个复杂难明的口诀 这口诀立刻化作十个圆形光圈 瞬间便落在了十人身体外 至于拓森引动分食自爆的手段 彻底地失去了作用 拓森猛地一回头 盯着那心子上的头颅 面色阴沉响 缓缓说道 看来当年我之所以 唯独没有抓到你 是因为你被这畜生所救 那头颅啊 裂开嘴角 双眼露出恶毒怨恨之色 声音充满了滔滔恨意 一字一字说道 当年骗我等十一人为你破除古神徒斯的风影 从而让你恢复了自由 这是我们此生最大的错误 今天这个错误将会彻底抹杀 无论是一只传承还是一只传承 都将是我们的 破森挥动手中长矛 目光阴朗 嘴角露出一丝 若有若无的嘲讽之色 平淡地说道 先是十人叛变 又是出生口中 另有乾坤 不会就这么两招吧 还有什么 都拿出来看看 说着 他眼角似有若无的扫了一眼 远处战场之外的亡灵 以及那些被眼前一幕 弄得呆在当场的数百魔化修士 与信字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头颅 冷笑道 嘿嘿嘿 你会知道的 说着 他不知以何种方式 与那万丈生物沟通 漠然间 此生物身躯突然移动 从死海内疯狂地甩出 绕洞之下 居然以拓森为中心点 盘成一个蛇阵 在这蛇阵之内 则是被那长矛化作的黑龙 阻拦在几十丈之外的不规则徒刑 如此一来 托森被团团围住 托森目中平静 嘴角略带嘲讽 他张口吐出一道紫光 那残月弯刀立刻出现 被他握在左手 如此一来 托森左手持矛 右手握刀 相互交错间 默然向两旁挥舞而出 顿时困住他的不规则徒刑 立刻一晃 引有溃散的迹象 托森目光一闪 双手隔空虚化 顿时残月弯刀与灭神矛 通体一颤 如同两道流星 默然撞击在四周的图案边缘 诗人中 立刻有四人口喷鲜血 身子颤抖 险些控制不住 在这危机的一刻 那盘在其外的生物 身子突然一僵 紧接着在其头部顶端 快速鼓起一个秃点 一个全身长满鳞片的男子 默然从秃点内钻出 他双眼有着菱形瞳孔 散出阵阵飞人的气息 死人出现后 口中传出一阵厉笑 这笑声极为尖锐 化作一把把无形的利剑 从四面八方 极具的四相被包围在最中心点的拓森 就在这时 诗人中的那个老者 他神态凝重 额头贱寒 此时那由他诗人连接而成的不规则徒刑 全靠他诗人为止 每一次晃动 都会让他心神大振 他回头望向王林 口中急促地低贺道 小友出手 王林面色阴沉 他盯着拓森 在那老者出手的第一时间 王林便一直观察此人 自始至终 此人眼中平静不乱 此时听到那老者的话 王林身子默然一动 向着老者那里冲去 老者面色异性 正要说话 突然 王林前进的方向突然一折 从一旁闪电一般绕过 急速地向着旁边那万丈生物 急持而去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作者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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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